这次造访位于中山大学内西子湾的神秘坑道 位于中山大学西子湾 蒋中正行馆东北方约250公尺处 在翠横道的山坡内侧建有一处战士指挥所 据考证为前总统蒋中正五星级战士地下指挥所 昔日蒋中正总统来访南台湾 入宿排行首选为高雄西子湾行馆 依蒋中正的侍从官回忆表示 前总统蒋中正在民国55年1966年之前 每年南下高雄参加陆军官校校庆时 都住在高雄西子湾行馆 西子湾一鸣国69年 1980年设立中山大学 拆除原先警卫的营房 随着国军部队车房至今很少人探访 隐藏在山坡内的战士指挥所逐被遗忘 龙上神秘面纱显有人知 深藏山壁内的总统专用的战士秘密指挥所 外形不起眼像是机枪堡 内部实为蒋中正的战士指挥所 陛下临时战情指挥中心身外于山壁约40公尺 内部结构以三条坑道组成成梯字形 东西坑道长约100公尺 启南坑道长约50公尺 总计内部通道约150公尺长通风环境良好 坑道核心处有一间办公室 是战时总统专用指挥所或防空室 因为是总统专用指挥所坑道内设备齐全 设有专用通风管、海水道、除水池、浴室、卫生设备等 坑道出入口均设有防核爆辐射功能的三道金属转的 门板厚度均超过10厘米 被防爆墙阻隔的坑道隐蔽性绝佳 坑道内壁都加装有一层铿片 用来阻隔外面的电磁波 指挥中心装有专用通讯设备 指挥所内部10臂外还加装有一层金属皮 通道仅可容两人侧身而过 第三道门内有个喷筒 应该是进入防核辐射指挥所时 为冲洗辐射物所用 三个出口均为碉堡式的机枪堡 机枪堡外侧还有驻守官兵的碉堡式警卫士 设立美军陆军工兵署规格的 发电机及空气过炉器 将空气送至隧道上方的通风管 推测应时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才建造 作为西子湾奖中正行管的地下指挥所 可能是美军工兵协助设计及建造 作为西子湾奖中正行管的地下指挥所 作为西子湾奖中正行管的地下指挥所 战时地下指挥所主要办公厅 上方有吊灯下方铺设木板相当豪华 地下指挥所为一座防核辐射功能的指挥所 墙壁全包附住金属皮让探防折探为官纸 作为西子湾奖中正行管的地下指挥所 地下指挥所 查阅网络资讯得知 本坑道应该是民国47年1958年823炮战前所建造 823炮战后 国防部另在高雄澄清湖新建航馆命名澄清楼 也建造了地下战士指挥所 就是现在的海洋珍奇远水族馆 对日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 接着又是国共内战开始 民国102年2013年 石永刚的著作《蒋介石后传》里写道 民国48年1958年吉门823炮战后 蒋中正每日在西子湾行馆办公十小时以上 前后长达一个月 魏便于指挥军方在临近行馆处 设置了地下临时战情指挥中心 并设有碉堡市警卫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说西子湾奖中正行馆限制下方 有隧道通往海滩集山区 经过反抗未发现 有通往西子湾奖中正行馆的隧道 路边发现中山No4的水准点 从左侧走楼梯下山回连海路 右侧有座碉堡进来探一下 门口右下处立有形高宝石背一座 探索内部发现英式未完成的坑道 回到了连海路与崔恒岛交叉路口 上述资料均参考网路违线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按赞订阅分享